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真的是一期很软的开箱视频 就是大家知道这是我的第二期开箱视频 因为我买了好几单 但是Sephora这个就是今年的所有东西都不给力 直接是给我delay到了前天才到 所以我大概整理了一下产品 今天才能给大家拍出来 这是我的两单的Sephora 加起来的所有东西 那今天这期呢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就是边化妆边给大家介绍这些产品 我觉得更加的生动和形象一点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虽然Sephora现在大促已经准备了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继续看下去 因为你不知道里边的哪个产品 在哪家官网或者哪个商家突然就打折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第一手的这个 试装的一个产品的视频 我觉得它对大家还是挺有帮助的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其实买了不少的产品 那我们先从护肤品开始说起 我现在是完全素颜 然后没有护肤的一个状态 我想说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次买的一些护肤品 顺便上脸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产品呢 是这个Tower 28 Beauty家的这个 一个喷雾 我是超级无敌喜欢 这是我一个回购的产品 这个是他们家最大的款的那个size 这个是120毫升的 之前我用完了一个30毫升的 我超级无敌喜欢 它家的这个喷雾非常非常的神奇 它只有三个ingredients 首先是水 其次是盐 然后就是次氯酸 那么次氯酸这种酸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stable 它必须要在盐水这种环境下 才能存在 然后呢 它也是能 据说还能去掉痘印啊 包括红肿啊 脸部如果要是过敏的状态的话 用它也是能有效缓解的 这个我真是亲自的一笑 就是去痘这点呢 我没有太大体验 毕竟我不是一个经常洗痘的人 但是我脸经常会起皮啊 过敏啊 然后嘴是疼很死 缺水的状态 用它任何时候都没有这种问题 真的好舒服 所以我每个人就是 善尽前的最后一步和第一步都会用它 就真心是超级无敌补水 我超级无敌推荐 而且最近就是虽然我在 Sophila打折的时候买了它 它售价是28刀 我觉得它挺便宜的 然后最后我发现什么 Boxy Charm 他们家打折的时候 竟然有 不知道8块钱一瓶 还是怎么的的 反正就是超级无敌划算 如果你也是就是 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大家下一次打折的时候 可以先试一试 这个我先给大家喷出来吧 他们家这个喷头 真的是很一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喷出来的水屋 并不是很细 然后 水屋还有一点大哈 但是也不是我用过最差的喷头 然后反正我就是直接当我护肤水了 就是早上或者说 这会上妆之前用一下 然后其次第二个产品呢 我就是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Wishful 这个韩国牌子的一个 这种果冻面霜 其实我买它 没有任何的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打折了 它打折了之后 我觉得再打八折 岂不是很划算 它里边这个看起来是一个 反正是紫色的这么一个 很大的一个瓶子 里边的ingredients呢 是四种 薰衣草 然后蜂蜜 烟洗氨和这个浆化素 里边有55克 然后很轻松地打开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小盖子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牌子我从来没用过 所以我其实是第一次尝试 它摸起来 大家给看一下 好像很厉害 好像摸起来挺重的 我们现在来 上脸试一试 我脸最近 特别的干 感到怀疑人生 因为我周末的时候 有去hiking一下 估计太阳太晒了 我的皮肤这两天 一直在掉皮 然后就是正好我面霜 也都用完了 我想说 这既然打折 干脆我又入了一个这个 试一试 它是很浓郁的那种 薰衣草的味道 而且用完我觉得不油腻 一点都不油腻 而且这个光泽感还蛮好的 目前来说还挺喜欢 我是特别喜欢薰衣草味道的人 它这个闻起来 也是薰衣草的味道 不喜欢这个味道的味道 对这个不是很感冒 行 那我们用完了这个面霜呢 让我们来试一下 这些牌粉底液 我这次还是剁手了这种 估计家新出的 也不算是新出了吧 出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粉底液 也是他们家唯一一款的粉底产品啊 嗯 我觉得包装非常的估计 很漂亮 很清新 是那种淡粉色 然后下面哑光的这种 磨砂瓶的这种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这个是它的那个 自然finish的这么一个 液体粉底液啊 但是不得不敷的是大家 这个我其实是买错色号了 我真的没想到 它家的粉衣白这么的白 因为我平时是黄衣白嘛 然后我一般买粉底液 我也是只买粉 黄衣白 但是买粉衣白 唯一的情况 就是因为它家的黄衣白 如果太黑 我才会买粉衣白嘛 然后这个就直接采掉了 因为太白了 其实我已经试了一下哈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质底液 这个就是 我觉得流动性挺强的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粉底液 它就是还蛮适合这个干皮的 来来看一下 就是对我来说太白了 但是摸起来 包括延展性也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延展性也好 然后滋润度也高 反正我目前第一次试用 我感觉还是很喜欢的 我们现在来上一下妆吧 它是有味道的哦 如果不喜欢 味道的妹子可能会 有点对这个产品不感冒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喜欢香味的妹子 你会超喜欢这个产品 因为它就是他们家那个 NVMe那个香水的那种味道 一毛一样的味道 我觉得超赞这个设计 我是特别喜欢那种香味的哈 所以对我来说简直是 一个超级plus 而且它这个粉底液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无限叠加的 就是完全有问题的 我过几天给大家做一个就是 上妆的一个测试 这个只是一个for skin pressure 但我觉得这个粉底液 很值得做一个 就是咱们戴妆一个测试 看它持久度咋样 然后卡不卡水啊 然后跟有没有评价代替之类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大概挤了一棒出来 然后涂在脸上 其实它的遮瑕力还不错 然后它的光泽感呢 是那种非常微弱的光泽感 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嗯 是那种让你觉得脸上水润润的那种感觉 是完全没有的 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哑光的一个粉底液啊 就是你还是能轻微的看到一点点的光泽的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它其实适合就是 比较中度的油皮的位置 包括干皮也是OK的 但我觉得大油皮的话 它嗯 可能没有那么的控油 我觉得这一款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就是 油皮冬天用这一款 应该还是很好的 真的很轻透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妆感 那么别的护肤品 我还买了哪一些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 啊 这个也是一个回购产品 我特别喜欢这个豆豆皮 它里边是分了两种size 一种是小一点的 一种是大一点的 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用 然后但平时我觉得它售价20多的 还是蛮贵的 在打八折的时候 我是一定要入它的 那下一个产品呢 其实也跟刚刚那个差不多 这个是一个酸性的 这个patch的这种的一个产品啊 它是这个 Dr. Dennis Gross家的这个 我从来没用过这个牌子 但网评都说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他们家最小的这种包装 来试一下 它里边据说是有三种酸 什么水洋酸 果酸和乳酸 据说很准确啊 然后我现在的特点是 我的下巴上总是有痘印 然后我的额头上会有一些抬头纹 就是我有时候表情动作会有很多 所以我就想说 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 那这次别的彩妆产品呢 我其实是有购买入一些的 但还是比较理性的 那么我们现在既然上妆 不如我们先来试一下 我上次买的这个 上一个开箱里的这个 Dior的修容盘 我最近一直在用它吧 我觉得这确实挺给力的 我们先用这个颜色 然后做一个修容吧 打个鼻影这样 它还比较显色 所以我喜欢在就是 嗯 就我的手上去蹭两下 嗯 然后它鼻影一定要打在山根这个位置 不要一条打下来 然后再 因为我鼻子抹平 然后我会在 啊 鼻头这里的抬些 然后向那边 转一些 就更可爱一些 然后我们来看看 好 再拿一把刷子 然后我们来做一点点 面部修容 在打那种不修容的时候 你看好多脖子 会打得比较特别的 就我们一定要注意 最深的一笔 要从这里开始打 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然后打到这里来 然后再回浪 然后再往上走 注意啊 大家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 千万不要往上走 那样就不是修容了 如果那种欧美的 修全骨的方法 是非常非常不实 跟我们亚洲人的 那种方法的话 就如果你打在颧骨 打在这个地方 就会显老 所以我们亚洲人 反而要打在 颧骨顶上 就是这个地方 对 然后把它给 就是我们的颧骨 给收进去 这种感觉呢 就是相当于 你看右边脸 是不是就感觉 面部线条更流畅 然后更收进来 一点的这种感觉 OK 然后我们剩下一点 鱼粉 我们就打在这里 然后就让脸 看起来更立体 OK 那同样的 还是拿上次开箱里边的 这个Sharlow Tubery 再加这个眉笔 来画一下我的眉毛 最近其实没有 怎么刮眉毛 所以眉毛看起来 还蛮粗 蛮浓密的 我就稍微填补一下 空隙看来就行了 OK 那我现在眉毛画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来画一下眼影 那这次眼影盘 其实我买了两个 然后就是眼影 从主要买了 另外一个 就是新品 所以我今天其实要 decide一下 看一下要用哪一盘 来画这个眼影 首先第一盘 是我非常非常期待 这个Huda Beauty 加这个琥珀盘 我买的是这个 Chocolate Brown 这个颜色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已经上演试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颜色 多么的漂亮 整个的这个 色系的这个设计 非常的温柔 然后又有几个 比较奔放的这种 闪片色呀 然后这种深色呀 眼线色什么的 我觉得都可以画出 非常非常好看的妆容 所以不如我还是决定 单独给这个眼影盘 拍一集吧 我想做一个 单独的测评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就先略过它 来看一下别的眼影盘 那另外一个眼影盘 我买的呢 也不是个新品了 是好像是 今年上半年出的吧 这个Natasha Dinona的 mini Retro Pen 这个盘呢 我感觉它是比较那种 冷色调的 这么一个盘 它是那种淡粉色 加淡绿色的 这种不是 均绿色的这种颜色 但是我最近 对我冷色盘 特别的感冒 所以我就又入了它 然后前几天 稍微试了一下 感觉这俩粉色 非常非常的显色 我觉得这个盘 也能创造出 很多很多好看的颜色 那同样的 今天呢 我其实比较想给大家 试另外一个 比较神奇的一个产品 是一个黑人女性 自己创造的一个牌子 叫DM的这个牌子 他们家出了 也是这个眼影 然后腮红 然后包括唇妆 一体的这么一个产品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 就是上妆来看一看 表现力如何 那打开盒子呢 里面是长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包装很独特 别的地方好像 很少看到这样的 虽然这个也确实让我想起来 欧莱雅的那种唇膏 还有什么呢 总之还不错了 这个颜色呢 是一个Terri Cota 就我比较喜欢 那种土橘色 然后它这色靠呢 是Ballet Lippers 是所谓的巴雷舞鞋 那我们首先呢 先在手上上的妆 试一下 这个挺很开的 它看起来 真的就像个唇釉一样 大家看一下这个头 是不是 就跟唇釉一样 来在手上试一下 这个颜色 我来看一下 哇 颜色度很高 超级滋润 我感觉它当那种 苦红真的是绝了 这个颜色是什么喜欢的 但我不知道 我对它放在我眼睛上 怎么有一种 它会让我眼中 很disaster的感觉 I don't know 要不大家 一起来试一试 我去看一看 看来上一点点 哇 我觉得它用手就行 它不需要用刷子 其实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它的延展性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显色度也不错 不是那种 哇一上眼 然后那种亮橘色 然后你那种完蛋那种 就是你好像苦很多 好像感觉还好 还是能圆回来 那种感觉 而且它是那种 你涂在那种 它就变阳光的 我觉得这个产品 真的做得挺好的 哇 其实我还蛮喜欢 这个产品的现在感觉 这个主要是 感觉太方便了 售价二十多刀 然后打完折 贼便宜 然后大家呢 又可以用这一个产品 去塑造整个 全脸的妆容 这也太爽了吧 那我们现在把它 涂在脸上一点 这个让我想到 我之前做测评的 那个Shadow Tuberi家的 那个唇彩 确实 这个颜色没有让我失望 真的好漂亮 这个颜色 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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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我再涂到嘴上一点 咱们来看看嘴上 显色度怎么样 有点好看的这个颜色 Oh my god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是上了眼妆 然后腮红 还有嘴唇的效果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颜色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 一个神仙色 关键它三个地方 超级无敌推荐 好喜欢好喜欢 我觉得下次打折 口红可能 我会再入这个系列的 别的产品 因为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而且我觉得 我们前来 显色度也非常好 但我不知道 它持久度怎么样 这个我会给大家update的 那我刚刚 速速地去补了一个全妆 那我现在是 已经是完妆的一个状态了 是不是刚刚试的那些产品 还是让人觉得很激动的 可以买的这些产品 那大家先别慌 我还有几个产品 没有介绍完 大家记得先订阅一下我哦 那首先第一个产品呢 也是我等了好久 也是今年姑息 四月份新上的细管口红 我买的是五一五这个颜色 哇 这个包装没谁了 我好喜欢啊 它就宫廷感十足的那种 看 十七八世纪的意大利的感觉 哇 然后下面是 其实是他们家这个口红 最喜欢做的那种金色的 然后口红都很重 很有质地感 觉得这四十多刀呢 是梅白花那种感觉 打开啊 这个 它这个口红是真细啊 真是不扣护衣服的 我给大家稍微对比一下吧 就刚刚的那个这个 这么一个就是有点像唇幼size的这个眼影膏 和这个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 这个贼系 这个还是正常的size 这个膏体呢 就是很正常的那种红棕色啊 就是我喜欢的那种颜色 让我们现在把口红试 给大家试一下 OK 哦 这个口红贼润 有一股香味 淡淡的香味 哇 这个颜色我喜欢 它再叠下来 感觉不会觉得too much 就觉得还是很 很有气色感的 这么一个 棕掉的红色吧 但是又没有那么棕 还比较偏橘 我觉得它还蛮适合 夏天使用的 就是这个觉得 而且我觉得它不调皮 哪怕你是黄皮妹子 也没关系 就真的 好看哎 我好喜欢 这色号是515 大家觉得吗 那另外一个产品呢 是另外一个口红 我也是特别种草 就是这次家的这个 新出的限量口红 Sweet Blossom 它这个包装也挺有意思 首先是像 今年那种感觉一样 大红色的 而且它是个小抽屉 这要推开它 然后推开它之后呢 哎 好像还有个胶物 粘在这 OK OK 哦 这个包装有点 吐气看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非常吐气的一个包装 大红色上面还带点钻 这个真是无力吐槽 这个包装 Anyways 它看起来就是个限量 一看就不是平时会用 包装 然后它俩再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粗管 正常的 这个是细管 大家来看一下 是不是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 正常的售价 大家来看一下颜色 这个颜色 我觉得我超爱 就是那种蜜桃粉 就是给人一种那种 白桃乌龙的那种感觉 我超爱这种颜色 来大家试一下 塑在手上 大家看一下 我发现其实挺好看的 就我老是那种 stone rose给我的感觉 但是好像是滋润版的 这个在手上 非常非常的滋润 大家还能看到 一定的光泽感好 来再上手试一下 刚刚那个姑且 这个颜色 就是在这儿吧 姑且就偏橘很多 而且上色度的话 显然也是CT 就是右边的这个 更好一点看起来 不错不错 这两颜色我都挺满意的 感觉就很 嘴一直就是拔干上 然后洗皮的妹子用的 这种口红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很喜欢 那除了这些彩妆品之外呢 我还买了一堆 零零碎碎的东西 现在来给大家聊一下 首先第一个产品 是一个护发产品 我从来没用过这个牌子 这个欧开头的牌子 我不知道怎么念 它这个是 No.7的这个润发油 我自己是一个头发 怎么说呢 头发比较多的人 但是头发就容易毛躁 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求 一款产品 能让我的毛躁 然后就整个帮我顺下来 而且还显得 头发比较多这种情况 所以头发确实是比较多 但是有时候会贴着头皮 这样就看起来 比较显脸大 所以我就一直在 找这么一款产品 然后我看Safora上面的 评论是非常非常的好 据说是能让 很多人的头发 就觉得一夜之间 很换的一个头那种感觉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试一试 我说到产品之后 没想到它竟然这么小 应该只有手一半这么大 咱们来看一下 反正这款产品我还没用 用之后给大家反馈吧 它里边是黄色的这种液体 然后特别小一个盒子 它是不是都是这种头 都不是喷的那种头 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 所以大家如果怕香精 那些东西的一些妹子 其实不用担心 这个完全没问题 那另外一个产品呢 很Random 我买了一个 马吉拉他们家的这个 香水 这个香水呢 是By the Fireplace 我其实是被另外一个 我特别喜欢YouTuber种草的 但是我发现我拿到之后 这个香味我不太喜欢 我很可能会把它退掉 这个的味道是那种 非常秋冬 然后有一种 素肉的清香 还有一点 Vanilla的厚味的那种感觉 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 Vanilla味道的一个人 我最爱的味道呢 是这种花香啊 或者茶香啊 这种获食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比如说像 DipTick家的那个 玫瑰的那个香水 还有像 祖马龙家的橙花 都是我的最爱 但是 这个我真的是 有点爱不起来 我不太喜欢它的味道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 这种味道的人 应该会很喜欢 但是我不太喜欢 那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 我看没有任何一个人 推荐过啊 但是我看了 这个的颜色之后 我就是我立马要录 为啥呢 这个是一个 支架油的一个套装啊 很神奇的是 支架油套装里 他还送了一个 牛油果的护唇油 反正就很神奇的一个 这么一个套装吧 反正贼便宜 十几道 然后还打不折 为啥我这么相中 这个牛油果绿色呢 因为去年的 姑气家出了一个 牛油果颜色的那种 支架油 特别特别好看 特别特别显摆 所以我 看到它 我就觉得挪动脚了 觉得一定得买它 这个应该是没错的 下次给大家上手试试 最近我的支架有点问题 所以不敢试 过几天试一下 那还有一个 那斯呼呼产品的一个产品吧 其实也是跟我一开始 那个面霜是一个牌子的 Wishful家的这个 卸妆膏 同样也在这个 打折区嘛 所以我想说 这么大一个 100克的卸妆膏 然后打折打得 估计就20刀左右 我觉得超划算 我也是第一次用嘛 然后我回来试一试 好用的话提借给大家 那最后两个产品 其实挺random的 就是我最后一个 下单买的产品 就是CT家的这个装前乳 其实我刚刚上妆之前 应该用的 结果我给忘记了 这个就是我听到 无数无数个好评的 一双减入 它就是能给我们皮肤 带来一定的光泽感 就看起来 皮肤的感觉 特别像就是 百里厚亮的那种感觉 我们是自己 最后一费 然后如果好用的话 我也会推荐给大家的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它 那最后一个产品呢 这个也挺random的 这个也是我最后一单 下单的一个产品 是Muray的这个牌子 加的这个 湿黄唇套装 里边是有 一个精华 一个面霜 还有一个眼霜 就是这种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 超级沙漠敏感肌的 这个肤质的妹子 其实很尴尬 就是像这种刷酸 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 其实挺奢侈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必须得要先试一下 这种小瓶的产品 所以如果好用的话 我会给大家及时反馈的 那以上呢 就是所有 我这次斯福兰 第二箱开箱的内容了 那希望对大家 就是购物呢 有一点帮助吧 虽然已经过了大促 但是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就是你不知道哪天 是不是哪个品牌 又突然就是打折了 说不定大家还可以 就是用一下我这个视频 介绍的一些内容 然后帮助到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点赞我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